一个认真的女人到底有多可怕 她凭借兼人不拔的品质 以及雷厉风行的作为 扳倒了全美最大的电力公司 帮助634名受害者 赢下了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民事赔偿 足足3.33亿美金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她叫艾琳 曾是一位选美皇后 经历两次离婚 带着三个孩子 一场车祸 让原本没有积蓄的她 更加雪上加霜 她约见了一个律师 打算为自己平反 身为这家事务所的老板艾德 信心十足地夸下了海口 可法庭上艾琳情绪激动 满口脏话 最终败了官司 她到处找工作 但处处碰壁 想给孩子们做饭也无从下手 她只能带孩子们到店里用餐 然而自己却只点了杯咖啡 因为她的银行卡里只剩下几十块了 回到家她默默地吃了两口罐头 生活没能打败她 而是让她越挫越远 为了孩子 为了自己 她要一直向前 可现实却让她走投无路 她来到艾德的事务所 打算赖在这里不走了 艾德无语 软硬兼施让艾德没有办法 这天艾德让她整理一份房地产的诉讼案件 艾德发现了其中有关医疗方面的记录 她向艾德请示调查这起案件 艾德审快地答应了 她找到案件家属唐纳 附近的电厂要收购他们的房子 由于电厂在排放重金属个 他们一直在做医疗检查 费用都是由电厂承担 为了了解这个重金属 艾琳咨询了一位博士 并了解到 单纯的个对身体有益 然而六价个 会对人造成巨大伤害 电力公司通常会把它夹在水里 冷却设备的同时 可以起到防锈作用 在她的指引下 艾琳来到水利局 利用汹涌的马赛克 轻松混进档案室 果不其然 电厂所排放的正是六价个 这是一种会入侵DNA 遗传给下一代的重金属六价个 它会危害你的健康 让你患上各种癌症 无良电厂 却将它排放在没有做防漏的池塘 污水顺着池塘流进了地下河 污染了水资源 导致周围居民 遭受了六价个14年的侵害 电厂隐瞒真相 购买周围的民居 让他们搬离这里 好撇清关系 甚至声称他们排放的是 无毒无害的个 艾琳为此时外出调查了一个星期 回到事务所 却发现自己被炒了鱿鱼 就这样 她失去了这份工作 然而第二天 艾德却主动登门 她接到了艾琳咨询过的 那位博士的电话 艾琳所查到的资料 证实了电厂的六价个排放超标 导致了唐纳一家的癌症 艾琳趁机宰了艾德一刀 她把查到的资料给了艾德 这是一个可以赚到钱的大案子 艾琳来到唐纳家 将他们一家正在经历的遭遇 告诉了她 面对现实 她还沉浸在电厂的谎言当中 但艾琳的严肃 让她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她起码让两个孩子 从泳池里出来 艾德将所有证据资料 传给电厂 第二天一早 电厂派来一个小喽啰 将唐纳的搬迁费 提升到25万 并劝他们建好就收 但这点迎头小利 并不是艾德想要的 晚上一对夫妻来到事务所 他们从唐纳那里 得知了电厂的事 女人曾五次流产 她认为这件事 与电厂排放的六架各有关 艾琳开始拜访那些 曾经在电厂附近生活的家庭 每拜访一货 她的心里就增加了一份沉重 他们有的患癌 有的切除了子宫 家庭支离破碎 苦不堪言 甚至年幼的孩子 都遭受癌症折磨 这些事情让她历历在目 她找到艾德 想要为这些受害者平反 可与电厂作对 无异于以卵击时 艾德想留着自己的养老前 安详地度过晚年 但艾琳找到的报告显示 早在1967年 电厂就曾发布过一份 有毒物质检测报告 这意味着有大量的家庭 正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而不知其中原因 她的兼任 会让大多数男人都自叹不如 她正在收集样本 不惜铤而走险爬到井下 被人发现还要赶紧逃跑 九个月后 艾琳找到了上百个家庭 共计634个 正遭受六架个伤害的人 唐纳这边传来噩耗 她要承受拿掉子宫 与乳腺的痛苦 唐纳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场入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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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